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留学法国》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梦想启航,法国顶尖商学院的探索之旅 二,录取密钥,解锁法国留学申请的成功之道 三,职场先锋,法国留学生就业市场的实战指南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梦想启航,法国顶尖商学院的探索之旅 在探索法国顶尖商学院的梦想启航之旅中 我们不仅是踏上了一段对知识的追求之旅 更像是参与了一场高雅而又略带诙谐的文化盛宴 想象一下,这不仅仅是关于学习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或是国际商务的旅程 这是一次深入法国精致生活艺术的探索 一次与红酒和奶酪的浪漫邂逅 同时也是一次对商业世界无限可能的探险 首先,让我们以幽默的眼光看待这些顶尖商学院的招生标准 想象一下,除了GMAT成绩、学术成绩和专业背景 如果他们还要求你能够区分布尔多和伯耿蒂的红酒 或者是在奶酪品件中能够分辨出卡蒙贝尔和布里 那将会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显然,这只是一个玩笑 但不可否认,对法国文化的了解和欣赏 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更好地融入这些顶尖商学院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在这些商学院中,你不仅会学到最前沿的商业知识 还会被教授如何以优雅的法式风格进行商务谈判 想象一下,在讨论全球市场扩张策略时 你能够引用一段雨果的诗句 或是在分析企业社会责任时 能够以某个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的观点为论句 这些都将使你在商业世界中独树一帜 而且,别忘了,这些商学院的网络非常强大 你不仅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学子交流 还可能在某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与你的教授一起在巴黎的某个咖啡馆讨论全球经济趋势 或是在卢瓦尔河谷的一次学术考察中 边品尝葡萄酒边讨论国际贸易理论 最后,当你从这些顶尖商学院毕业时 你不仅获得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学位 更重要的是,你已经准备好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 和更加精致的方式去面对这个复杂多变的商业世界了 你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领袖的候选人 更是一个能够欣赏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 一个真正懂得如何将工作与生活艺术完美结合的人 所以,让我们举备庆祝这一段关于梦想 探索和成长的旅程 因为在法国顶尖商学院的探索之旅中 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成为更优秀的商业人士 更学会了如何成为更完整的自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录取密钥 解锁法国留学申请的成功之道 哦,各位未来的留学生们聚焦于此 让我们一起探索那些古老而神秘的录取密钥 他们能够解锁通往法国留学成功之门的奥秘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将穿越时间与空间 从历史的长河到现代的巴黎街头 从卢浮宫的艺术殿堂到巴斯地亚广场的革命精神 一起揭开成功留学法国的秘诀 一语言的魔法钥匙 掌握法语 首先,让我们从最基本的开始 法语 是的,我知道你可能会说 但教授,我可以用英语应对大部分情况啊 诚然 但想要真正解锁法国的心脏 你需要的是法语 想象一下 你能流利地订购一杯咖啡 或是在巴黎街头与一个有趣的陌生人闲聊 这不仅是一种语言能力 更是一把打开法国文化大门的钥匙 二文化的解码器 理解法国文化 接下来 我们需要的是对法国文化深刻的理解 法国人对他们的文化、历史和艺术有着深深的自豪感 因此 当你能够引用一段维克多、鱼果的诗 或是讨论一下印象派的影响时 你不仅仅是在展示你的知识 更是在向法国人展示你对他们文化的尊重和热爱 这会让你在申请过程中大放异彩 因为它展示了你对融入法国生活的真正兴趣和准备 三学术的宝典 展示你的学术优势 法国的教育体系重视批判性思维和独立研究 因此 在申请过程中 展示你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不要害怕展示你的好奇心和对特定领域的热情 记住 法国是众多科学、文学和哲学革命的发源地 他们寻找的是未来的思想领袖 四、社交的艺术 建立联系 法国人重视社交网络和人际关系 因此 尝试在申请过程中建立联系 无论是通过参加相关的文化活动 还是通过社交媒体与在校学生或校友交流 展示你的社交技巧和适应能力 让他们看到你不仅能够适应法国的学术环境 还能融入其社会生活 五、热情的火焰 展现你的热情和动机 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是 展现你对留学法国的真正热情和动机 法国人对生活充满热情 他们欣赏那些有激情、有梦想和目标的人 在你的申请中 让你的个人陈述和推荐性充满对未来的憧憬 展示你是如何被法国的文化、历史和学术传统所吸引 以及你将如何利用这次机会来实现你的梦想 记住 每一位成功的法国留学生都是通过这些密钥中的一把或多把来解锁他们的梦想之门 所以 拿起这些工具 开始你的准备 让我们在法国的大街小巷中相遇 Bone Voyage MES Amos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职场先锋 法国留学生就业市场的实战指南 在探索法国留学生就业市场的奥秘时 我们仿佛是一群勇敢的探险家 踏入了一个既充满机遇又不满挑战的未知世界 这个世界里 法语能力比你的情感表达还要重要 而一份优雅的简历可能比法国美食还要吸引人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充满浪漫与现实交织的职场先锋之旅吧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法国的工作文化与众不同 这里 午餐时间几乎和工作时间一样神圣 想象一下 在面试时 面试官可能更关心你对于法国美食的看法 而不仅仅是你的工作技能 这不是说你可以带着一份卡农到面试 但至少得知道它是什么 接着 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语言的挑战 在法国 即使是最基础的工作 也可能要求你的法语流利到 能够和雨果或者佐拉进行灵魂深处的交流 所以 如果你的法语只停留在Bonshire和Mercy 那么你可能需要再加把劲 至少要能够流利地讨论一下天气或是法国电影 而在简历方面 法国人对此有着近乎艺术的追求 一份好的简历 在法国不仅仅是列出你的工作精力和技能 更是一种展示你如何将自己包装成为一款高端 优雅 符合法国审美的人类产品的方式 记住 简历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像调制一杯完美的法式咖啡一样精致 另外 法国的工作环境鼓励创新和讨论 不要惊讶于会议中频繁的辩论和讨论 这正是法国职场的魅力所在 在这里 即使是实习生也被鼓励提出自己的想法 所以 当你的上司在会议中问起你的意见时 不要只是谦虚地微笑 大胆地展示你的观点 就像展示你的红酒品鉴技能一样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法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做得相当不错 下班后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塞纳河畔品尝葡萄酒 或是在巴黎的小巷中享受一场即兴的爵士音乐会 这种生活方式 让人不禁感叹 也许法国人真的掌握了工作与生活的最佳秘诀 总之 作为一名法国留学生 踏入就业市场 就像是参加一场精彩绝伦的盛宴 只要你准备好了 这场旅程将是充满挑战 成长和乐趣的 记住 无论结果如何 这段经历都将是你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旅程 Bomb Voyage 我的朋友 愿你在法国的职场之旅中一帆风顺 亲爱的观众们 我们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 希望在这次关于法国顶尖商学院的探索之旅中 你们能够感受到知识与文化的碰撞 体验到商业世界和法国生活的美妙交融 通过了解这些商学院的招生标准 学习内容和学术环境 我们可以看到 法国商学院不仅是培养商业领袖的摇篮 更是一个让人追求卓越 追求完美的文化殿堂 在解锁法国留学申请的成功之道中 我们一起探讨了语言 文化 学术 社交和热情 这五把密钥 它们不仅是进入法国的大门 更是我们融入法国生活和职场的精髓 所以 如果你也有留学法国的梦想 不妨试试这些密钥 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最后 我们一起探讨了 法国留学生就业市场的实战指南 在这个充满浪漫与现实的职场世界中 法语能力 文化理解 简历技巧 沟通能力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都是我们需要掌握的重要要素 不过 我相信 只要你准备充分 勇敢面对挑战 你一定能够在法国的职场中 展现自己的优势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职业道路 最后 我想提醒大家 这些内容只是一个抛砖隐喻 希望能够激发你们 对法国留学和职业发展的思考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法国留学 商学院 或者职业发展的问题或者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尽力回答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